近年来,缅甸年轻人也爱上了在中国电商平台购物 然而,快递公司无法直接将跨国包裹送抵缅甸消费者手中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在中缅边境云南瑞丽,有一群跨境电商百度人,打通了两国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记者探访瑞丽最大的跨境转运公司,瑞丽解告自强货运信息部了解到 该公司每天平均收览2000至3000件包裹,其中日常服饰货件占60% 喜欢淘宝人多,他多于就是在于年轻人部分 年轻人部分就是,因为自己是在缅甸嘛,缅甸没有这么 也就是说是战产没有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在了淘宝的时候就是看到 比如现在的有些很多年轻人嘛,就是很喜欢追星一些明星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化妆品啊,比如用的一些手机口款啊,就想用明星同款的,哎,他们可以通过跑宝来购买 中国的电商把包裹送到这里以后,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那从这里到缅甸消费者手上,最后这一步就由我们来完成 赵果典介绍,自强货运信息部与缅甸的快递物流公司携手合作 在当地设有30多个点,缅甸消费者可实时查看自己快递的动向 发货后通常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国商品就会飞到缅甸包拨的家中 第一个帮科夫节省了很多的费用,第二个选择性变多了 那我们当中可以长远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在那里 对,从企业角度来说,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它就是一种双云的结果 近年来,德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挂牌 跨境电商业务发展势头迅猛 中缅两地编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质的飞跃 便捷的购物,性价比高的优质生活用品,更多的就业机会 仅在自强货运信息部,中国区域就有30余名免籍工作人员 据悉,目前在瑞丽街告,像自强货运这样的跨境转运公司有近30家 打通了跨境电商的壁垒,架起了中缅两国物流的桥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